我们这个社会,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它一直都是在教我们如何去说假话,因为你说真话可能会死,说假话才能得火,敢说者有罪,妥协者英雄,老爷们觉得我们人人都想当孙子,可是我不想。 经过16年的研究和多次的推迟,中国所谓国产的大飞机C919正式上线运营了,习近平的自己自足目标看似又走出了一步,中国的党媒声称,中国终于告别了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历史。 不过,实际上,C919的大部分科技和机械,要不然是从外国买回来,要不然是通过间谍行动从外国偷来的。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人因设计偷盗航空技术被美国逮捕,其中包括南京国家安全局的一位处长徐彦均。 华尔街日报报道,在经历了16年多次延误的发展计划后,中国自主研发的C919科技终于周日迎来了期待已久的首次商业飞机。 这标志着对波音和空客在航空民用市场上的首次挑战,尽管规模较小,但具有象征意义。 这次飞行标志着,习近平在结束中国航空战略性产业对外国技术依赖方面的野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习近平曾经表示,中国在发展自己的民用飞机之前,不会被视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在将中国商用飞机公司曾中国军方剥离出来后,政府向C919项目注入了国家援助资金。 由于中国商飞的运营不透明和缺乏披露,准确评估其补贴规模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分析师在2020年估计,北京方面已经向该项目投入了超过700亿美元的资金,这个数字自那时以来只会增加。 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外国供应商与当地合作伙伴建立了制造设施,这应有助于确保零部件的供应。 然而,尽管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国家援助,中国商飞仍然依赖于外国供应商提供关键零部件,包括发动机和飞行系统。 对于中国偷取外国航空科技来制造C919的新闻,在几年前就已经爆出。 星期日《泰晤士报》在2022年7月的一篇报道说,对中国客机C919更好的描述应该是一架偷来的飞机, 是通过从西方航空航天公司以惊人的规模掠夺海量机密后而开发的。 一个成为沃伦熊猫的中国网络间谍因收集航空发动机机密而被美国司法部缺席起诉。 去年,南京国家安全局处长徐元军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次诱步行动中被抓。 徐元军在2022年11月被判入狱20年。 据网络安全新闻网站暗读在2019年的一篇报道,沃伦熊猫开始盗窃航空机密的迹象可以追溯到2010年。 当时,中国首次宣布了C919商用喷气式飞机的计划。 美国司法部文件显示,在宣布后不久,沃伦熊猫参与了对总部位于洛杉矶的燃气轮机制造商Capstone Turbine的网络攻击。 除了网络攻击之外,北京方面的行动人员还进行了大规模的间谍情报活动,专注于窃取能够帮助C919项目的信息。 电脑安全技术公司Crowdstrike表示,中国情报机构的一个部门确定了C919项目中的关键技术差距,另一个部门则专注于通过网络和间谍手段获取这些技术。 间谍行动包括,一名现已被起诉的中国国安情报官员在LeapX制造商通用电器招聘一名内部人员,同时还招募了一名中国出生的美国陆军预备异军人,他是评估沃伦发动机原理图的专家。 到目前为止,至少有4人因针对美国航空技术进行盗窃而被捕。 除了许颜军之外,Sakura Rat的开发商于平安在参加美国安全会议时被捕。 虽然中国全力以赴地盗取外国的科技和技术,如今的国产C919的一大部分科技依然需要从外国购买。 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约有60%的C919零部件是由美国公司供应的。 第二机船针对C919的一些外国配件做了个清单。 该科技的发动机是从通用电器与法国塞峰机船的合资公司CFM国际公司所购买。 驾驶舱控制是从美国的伊顿购买。 航空电子设备是从通用电器购买。 补助动力装置和起落架是由美国霍尼维尔公司生产。 电船飞行系统以及燃油和液压系统是从派克宇航购买。 灯和电源系统从美国的联合技术公司购买。 机舱系统、通信和导航系统以及天气雷达从美国洛克维尔阿斯林国际公司购买。 除了这些科技以外,这个被称为国产的C919科技还有更多的非国产配件。 除了大部分重要配件是从美国购买的,C919在设计制造过程中还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偷工减料的现象。 中国工程院院士C919的总设计师吴光辉决定为国产大飞机节约成本。 为此他考了飞行执照,并在飞波音和空客时发现他们都有五套测距仪接收器。 但吴光辉觉得三套测距仪就够用了,所以国产C919只装了三套,省了几亿元。 这就像是一个新司机开车上路后发现有两个刹车,一个是脚刹,一个是手刹。 他觉得这是一种浪费,于是他就拆掉了一个刹车。 这个消息导致很多网友嘲讽说要让领导们先坐。 结果没想到领导们还真的坐上去了。 不过坐上去的都是跟这个飞机的胜败又重大关联的领导。 照片里包括国家民航局局长、中国商飞董事长、东航总经理、工信部部长、总设计师吴光辉、大飞机专项组组长、原中航工业总经理。 虽然党媒上发了这张照片,应该有图有真相了吧? 并没有,有些网友甚至不相信这些人真正的在飞机上飞了。 一位中国网友说,这好像是在起飞前摆拍,都没有系安全带,领导不会拍完照片,起飞前就下飞机了吧。 推着网友说,这几个小虾米分分钟可以算进代价里去,上几个红色接班人吧。 最后这位网友说,包子敢做,我再考虑考虑。 能偷就偷,不能偷就买。 经历了16年,这国产大飞机终于上天了。 党媒和粉红们集体高潮了。 首飞上海到成都的航班,据说有数万人抢150张票。 后续航班机票已经从900多炒到2000多一张。 这爱国热情真是直冲云霄啊。 不过,在大家抒发爱国激情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因为偷窃航空技术而在美国蹲捐役的徐延军处长,他有将近20年颁防要蹲。 用国内流行的机场文说就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请各位在评论区向深陷淋雨的徐处长写下你们的祝福,也给习近平发一份贺电。 习近平照本宣科还要读错字,为互联网提供了数不清的梗,比如通商宽衣,萨格尔王等。 不过,在33年前,一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采访过习近平后,将他描述为一个口齿伶俐,说话不需要参考笔记的一个人。 当时,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 今天,我们来看看这篇专访,大家也顺便做个判断,到底是习近平当时演得好, 还是记者拿了红包或看走了眼,疑惑是现在的习近平是个体身。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写道,习近平的穿着方式与他这个年代的许多中国男性相似, 黑色皮夹克,毛衣,衬衫,冬天时还会露出标准款长内衣袖口。 但当他在市政府招待所的私人休息室与访客交谈时, 他似乎比许多他这个年龄的中国干部更加自在和自信。 39岁的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 这位华盛顿邮报记者特地强调,在采访期间,习近平没有翻阅任何笔记。 他口若悬河地回答了有关福州市的经济增长, 投资和计划,以及如何超越厦门经济特区。 他还坦诚地解答了他的个人背景问题, 几个助手在当场做笔记,其中一个在拍照。 习近平表示,中国应该保持其社会主义制度, 但他已在强调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以及为实现质疑目标所需的外部合作的至关重要性。 他说,我们希望吸引外国投资,引进先进技术。 对于你是大公司、中等公司还是小公司,我们并不挑剔。 习近平也回忆起,他15岁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因为他父亲的罪行被关押了三四次。 他不得不每天参加批诟会议,而经常被迫朗读对父亲的批判稿。 习近平带着一丝苦涩说道, 尽管你不懂,他们也会逼着你去理解,这会让你成熟得更快。 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 习近平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 他于1979年毕业,28岁,专攻石化工业。 习近平表示,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和人民的爱戴取得了今天的地位。 当被问及可能的未来晋升时, 他礼貌地表示将顺应党的需要。 他说,我不认为领导干部的子女一定要成为领导者, 我们应该按照程序提拔干部, 我对此并没有进行过很多研究, 也没有太多关系,我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英国媒体《卫报》的记者在去年10月份的一篇文章中称, 习近平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中国共产主义的自大狂, 也是一个妈宝男。 因为在他的官场起步阶段, 几乎每一步都是他的妈妈齐欣女士运作的结果。 所以,习近平最后这一句, 凭着自己的能力取得了今天的地位, 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当了大官,逛了娘啊。 另外,习近平讲话不需要参考笔记这件事, 也有一定的疑问。 2019年,习近平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俄罗斯主持人问他, 关于中美贸易战以及如何与总统川普沟通后, 习近平就展示了自己的口才水平。 我看看我准备这个本本上有没有这个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在真正的采访情况下, 甚至是一个在他好兄弟普京的国家内举行的采访, 习近平没有参考笔记时, 偶尔会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大家觉得, 30年前, 《华盛顿邮报》的这位记者称习近平不用笔记, 说话流利, 是当初习近平表演得非常好, 还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拿了红包或者看走了眼? 请网友们写下你们的结论。 下面我们进入荒诞图片环节。 这位网友转发了在中国某个贫困的小区里发现的称赞习近平的横幅。 上面写着, 习大大, 全国人民热爱你, 以及, 习近平万岁万万岁。 网友评论, 喊出来了, 终于喊出来了。 中国人民没有万岁可以喊的日子, 一去不复反乱。 这些每月一千块的人民群众, 喊着习主席万岁的口号, 心里盼望的, 就是习主席带领他们打倒土豪, 分食资本家, 一哄而上, 把有钱人的二奶小三都抢光。 河南和浙江等多地区立法, 为了纠正斑马县低投足现象, 立法最高罚款200元。 网友老司机评论说, 政府没钱了, 走路玩手机也要被罚款200元, 总有办法罚你款。 说到地方政府没钱了, 5月26日, 武汉财政局公开登报讨债, 讨债对象包含下辖、 区财政局、科研单位、 地方国企、上市公司、 子公司和少数民营企业等。 网友评论, 经济倒退就算了, 信用崩塌到这种地步, 这个帮派真的是要完蛋了。 组织成员们已经进入最后的互撕互吃阶段了, 决赛快来了, 还差一声枪响。 现在我们进入本栏目的网友互动话节, 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网友们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威臣回应中国可能出现第二个蒋经国说, 第二个蒋经国是建立在完善的宪政制度下, 并且要具有崇高的人格, 能放弃权势。 这些都和中国的现状格格不入, 如果中国没有重大的变革改变宪法, 就不会有民主的一天, 蒋经国再世也无力回天。 蒂敖方回应中国官员放弃经济发展而注重于安全说, 皇上说,安全重要。 奴才喊,护驾,护驾,保护皇上,保护皇上。 鳄鱼鳄鱼讽刺地回应了至网瘾的视频说, 不是教导孩子控制自己, 而是让他们恐惧和厌恶自己, 最佳父母。 最后这位网友回应了打苦工的农民工大哥说, 错的不是你从事的职业, 而是那个不能给你带来尊严和福利保障的制度。 节目最后,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 李老师发推说, 5月27日上午, 云南省玉西市通海县纳加营清真寺外, 当地穆斯林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 谎传,冲突原因与政府打算强拆清真寺有关。 在西方国家, 一旦救护车、消防车或者警车在路上打开警灯, 那么所有的车辆就会自觉地靠边让路。 不过在现在的中国, 有一批姓赵的人会被放在这些紧急救护车辆之上。 媒体人INTI转发视频说, 中国当官的来了, 中国人死也得让领导先走。 不知道哪个官当官的来了, 居然连救护车都给拦住了, 不让过了, 你看, 里面还有病人, 真搞不懂。 你看, 就是车队过来了, 不知道哪个什么官员过来的。 推着网友评论, 这些可怜的人们在用生命换领导早几分钟进酒店冲个凉。 另一位网友讽刺地说, 为人民服务, 人民至上, 你信了吧。 最后这位女子因为讲出实话, 直播被禁, 所以她录了个视频, 继续讲出她的真话。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说真话, 我们从小教育孩子要说真话, 可突然我才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谎言, 因为从上到下, 从小到大, 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它一直都是在教我们如何去说假话, 因为你说真话可能会死, 说假话才能得火。 有太多场合限制我们可以去自由地表达真情实感。 我们所处的社会, 无论是对人, 对事, 充斥的谎言, 实话可能才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恶, 最大的敌人。 久而久之最终扭曲的社会价值观得以强化, 想挣脱谎言的家属难遇上晴天。 以谎言为导向的价值观, 毁了这个社会的教育, 医疗, 工业, 它毁了一切, 毁了一切属于我们美好的东西。 没有人家愿意说实话, 强者不会说, 弱者不敢说, 敢说者有罪, 妥协者英雄。 老爷们觉得我们人人都想当孙子, 可是我不想。 网友说, 在中共国想听一句真实的话都成为一个奢侈东西, 想听一句真心话都成为一种昂贵的代价, 有时候这种代价很可能会要了你的小命。 转发视频的网友说, 真是巾帼不让虚眉, 为这位心地善良, 勇敢无畏的女子点赞。 美国热搜建立了一个Telegram的电报群, 名字叫 美国热搜网友爆料交流群。 我们把加入该群的link放到里描述区里和置顶留言中,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加入, 给我们爆料你们身边的新闻。 另外, 也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加入美国之音的官方电报群。 今天的美国热搜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有任何有趣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